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位是一名退伍军人 俗话说退伍不退色 今天让我们来领略他另外一方面的精彩 让我们掌声有请侯玉 掌声欢迎侯玉 文汉老师好 你好侯玉 来 请自我介绍一下 现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侯玉来自于陕北紫州 是一名退伍军人 现在的职业是一名婚礼策划师 所以唱歌并不是专业 对对对 退伍多少年了 退伍是17年退伍的 17年两年的时间 是的 没事在婚礼现场上 有时候会给大家唱唱歌 或跳一下我们陕北的二人场 对 要说到重点 这个是二人场 对 二人场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二人场属于陕北央阁的一种 山北央阁分为过节央阁 就是咱们平时在大肩上看到的央阁 还有踢场子 这个山北二人场属于踢场子的一种 它分为二人场 四人场 八人场 十六人场的 这个名其实大家能猜出来 二人场肯定是两个演员一起表演 对的 对的 你的搭档是 是我的妹妹 亲妹妹对吗 对对 亲妹妹 妹妹今天来了吗 今天来了 咱们把妹妹请上舞台 来 掌声请 而且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今天侯宇能够登上黄金一百秒的舞台 就是妹妹给报的名 对吧 对 是的 今天是妹妹给报的名 来 我叫侯蓉 是侯宇的妹妹 今年二十四岁 因为哥哥从小就喜欢唱歌 但是她呢 就是感觉自己比较业余 不是很专业 然后就是不太自信 所以我就给她报了这个名 让她参加一下咱们的这个节目 让她可以锻炼一下自己 谢谢 这说话哪叫妹妹啊 表示让哥哥在这个黄金一百秒舞台 找自信的 对吧 对的 那看哥哥穿这 普通这身衣服上来 不是特别自信呢 那现场换一下 对 换一下 找找自信好吧 现场就可以换 对吧 这么看就帅多了 来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二人场表演 掌声和声 这就热闹了 有二人场 四人场 八人场 坐 我们俩得配合车 我们俩完全是在破坏别人的气氛 不是说好 是二人场吗 怎么变成四人场 然后从中间见见你们这样就是更热闹 侯宇今年二十七岁 哥哥 对的 二十七岁 对 有嫂子了吗 没嫂子 还没有嫂子呢 要不我们帮帮忙 可以 找一个嫂子 来 来 妹妹给做一个推荐人 对 妹妹今天来当媒人做个推荐 说你哥哥有啥优点 哥哥的优点就是挺孝顺 因为爷爷去世的早 从小的时候他就一直陪伴着我奶奶 我奶奶今年八十多 一直也希望我哥哥可以登上这个大舞台 其实我退伍回来就是回到江江 一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陕北的二人场 其次就是想回到家里多陪伴一下爸爸妈妈 照顾一下爸爸妈妈还有奶奶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毕竟得有人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 没错 所以我就来到这里找找自信 再就是浑游一下我们陕北的这些文化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陕北的这些特色和文化 谢谢大家 好 来 兄妹俩一起大声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君子总会发光 来 兄妹俩请转身 请分排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对爸爸的那哥哥凉凉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个那有面儿的儿 而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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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你的那哥哥凉凉上哥在一个狗屋 看不上那个美资儿你就找你找要守护 对爸爸的那哥哥凉凉上 对爸爸的那哥哥凉凉上长着石洋洋草 石洋洋的那哥开着了 那个美资儿就洋洋好 你在你的那哥哥凉凉上哥在一个狗屋 他的哥哥凉凉下只有之法的黑 你在你的那哥哥凉凉上哥在一个狗 他的哥哥凉凉上哥在一个狗 他的哥凉凉上alo dog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